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个人的面向看出一个人一生的运势如何 命运如何 性格如何 那么天生受宠爱的女人面向都有哪些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头发特别柔润的女生通常很受男人宠爱 她们一般为人很幽默 很风趣 头发特别柔润的女生代表做事时细心 待人和气 个性也讨人喜欢 在恋爱中她们就很容易收获来自异性的宠爱 社交圈中也会收获朋友的 婚姻中的她们大多命运平稳 生活中很受丈夫的宠爱 婚姻无比幸福 二 眼神和善清澈 眼神和善清澈的女人拥有一对会说话的水灵灵的眼睛 她们大多生性善良单纯 容易博得他人的恋爱 男人从她们的眼睛里似乎就能看懂她们的内心世界 简单不复杂 这类型的女性总是特别容易得到好男人的青睐 让人产生想照顾和保护她们的欲望 所以眼神和善清澈的女人具有很高的受宠指数 三 地格宽圆 地格就是下巴 女人下巴宽是好命 富贵命 望夫命 这种女生往往爱情圆满 顾家 热心工作 乐于照顾别人 心情温和 合跃性格 因为下巴宽圆的女人有度量 可以包容万事万物 彼此不容易与他人发生争执和冲突 相处会很融洽 注意如果女生双层下巴 则表示爱情丰富 温厚马实 包容力强有才 不过好似 性气强壮 四 下巴丰满 下巴长得丰满 说明着女人物资充足 一生钱财无忧 尤其是婉井 常听到一句老话 下巴肉肉 婉井无忧 下巴丰满 并且有着双下巴的人的相貌 就是有帮夫运的好相 从小到大苦日子与他们无缘 即使嫁再穷 在婚后 凭自己的妄夫运 使得老公越来越有成就 财富也会越来越多 而且在生活中常常能帮到自己的伴侣 夫妻恩爱和和美美 是有福气的好面相 五 脑门有智 脑门上长智的女生就是属于比较内热的女生 外表淑女内心热气 很容易得到异性的好感 志向学在很大程度上能看出女生的性特征 从而看出其是否被男性宠爱 比如眉眼外长智的女生通常是花心者 而眼下面偏外侧有之的女生是异性投怀送抱的类型 左眼角下方长智的女生则体现多愁善感 嘴角上方长智的女生会带来相当高的人气 不过容易导致桃花结 六 耳垂厚打 一个人有没有福气通过耳朵就能够反映出来 对于女人来说 耳垂厚打是非常好的面相 不仅自身能力很出众 与周围的人也能够非常友好的相处 耳垂厚打的女人从小听话懂事 乖巧可爱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受尽了父母的宠爱与呵护 结婚以后 他们又能够得到丈夫的宠溺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方都会极力去满足 花再多钱都没有怨言 耳垂厚打的女人是非常有福气的 属于天生的公主令 一辈子都被人宠爱着 七 声音柔和 声音柔和的女人大多是非常温柔的 脾气也很好 从来不会将负面情绪承讯在别人面前 更不会与人大喊大叫 总是会给人一种威满贤淑的感觉 声音柔和的女人很容易得到男人的好感与保护欲 男人从来不舍得让她们生气 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把她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与这种类型的女人在一起相处 会让人感到特别的舒服 因为不用担心她们会闹情绪 也不用担心没事找事 所以声音柔和的女人能够得到大家的宠爱与包容 即使做错了事情也没有人与她们计较 可以说是非常好命了 8.嘴角上扬 嘴角上扬的女人通常会给人一种特别乐观的感觉 仿佛每天都处于很开心的状态 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这种面向的女人没有什么心机 并且心胸豁达乐观 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 很容易原谅和体谅别人 嘴角上扬的女人性格开朗 大方知性 乐观坚强 并且有着很强烈的是非观 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不会考虑自己 能够顾全大局 这种类型的女人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尊重与支持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有人给予帮助 尤其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愿意施以援手的人特别多 另外 这种类型的女人婚姻生活是非常幸福的 与丈夫的感情深厚 两个人能够携手 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尤其在丈夫发达之后 更是把他们当成宝贝一样来宠爱 9.鼻头圆 对于一个鼻头圆的人来说 其实吸引到自己周围的人 也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因为这种鼻象的人 在生活中一般都很随和 而且其本人还缺乏攻击性 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这样的人自然可以不管到什么地方 都得到大家的宠爱了 10.眉毛浓 有时候一个人之所以可以得到大家宠爱 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很中义气 例如眉毛浓的人 这种人在生活中通常都是非常重感情 重义气的 可以很赤诚地对待自己的周围的人 这样一来 自然就可以很容易地就吸引到朋友了 因此眉毛浓的人也可以受人宠爱 11.耳朵大 虽然耳朵大的人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和自己周围的人交流 但是在生活中这类人也还是可以容易得到大家宠爱的 因为耳朵大的人身上有一种祥和的气息 这种气息可以使得其本人容易得到大家友善的对待 从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12.人中清晰身长 这种女人天生就很孝顺 自己的父母和公共婆婆 因此她们生出来的孩子也能够秉承孝道 最终会芙蓉子孝 所以这种女人很有福气 她们一生人缘很好 也同样受尽宠爱 这面相特征的人注定是少奶奶命 能嫁给富贵人家 能得到婆家每个人的喜欢与疼爱 家业也越来越兴旺 财富越变得越来越多 13.额头圆 在面相学中 女人的额头代表其运势与男女福音 耳朵则是代表女人的幸福运气 女人的额头高耸 表示其非常有才华 男性是不会因为你有才华而去嫉妒你 而是会对有才华的女性心生仰慕爱慕 加上耳朵圆轮 耳的上圆稍圆 同时耳的上圆高于眉 耳的下圆低于鼻 这样面相的女人是非常有福相的一个人 这种非常招男人喜欢 不过有一点女生要注意了 如果女生经常被男性闻耳朵 那么就意味着你太被人宠爱 具有被性挑逗的意味 需要谨慎 14.法令纹较长 是位于鼻翼边延伸而向下的两道纹路 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 形成肌肤外表凹陷的现象 觉得不美观 但其实这是一种有福的面相 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 形成肌肤外表凹陷的现象 教的女人寿命也是很长的 法令纹是位于鼻翼边延伸而下的两道纹路 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 形成肌肤外表凹陷的现象 越长就是寿命越长 她们能在事业当中 好好地发挥本人的才能 能成为一个很凶猛的人 这样的人会把本人的青春 都贡献给事业的 典型的事业女强者就是这样的 她们很容易就能成为指导的人 她们的下属都很信任她们 绝对会听从她们的命令 这样的人普通都是有威严的 15 田宅宫开阔 女人的田宅宫长得开阔 而且没有疤痕的话 财运惊人 她们出生的条件就比普通人好 会得到很多晚辈们留下来的财富 生活中容易得到贵人的协助 即使没有很努力的工作 也能得到颇丰的财富 只需要善加应用这种财富 就会让本人的资产变得更多 所以往后会过得越来越富有 那么本人将来的生活 就会越来越开心的 有时候好的面相是天生的 和原始的家庭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而有些人好的面相是后天自己修来的 所谓的面有心生 其实和自己的心性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要想拥有有福气的面相 就要从小事做起 积德行善 强移默化中 面相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人人都会变成有福气的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